其实我们泉州的文化是一代一代累积过来的 从最早的五湖乱华 然后衣冠难渡 晋朝的事情了 然后到安史之乱 五代十国 晋康之变 一代一代的中原人带着不同时代的不同的文化 来到咱们生长的这个城市 层层叠叠的累积起来 大家有抛弃吗 什么都没抛弃 喜心不厌旧 什么都是我自己带来的东西好 我可以跟你融合 但是主要的东西我是不会放弃的 最典型的就是敏南语 对 因为有这个载体 所以把很多东西都保留下来 是 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层层叠叠的保护 所以才会有文化的多样性 现在我们主要在说宋元 是 宋元 一个这样的主题 让我们成了事宜之城 可是宋元就能够完全的去涵盖 敏南的文化吗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们还有唐朝的 还有原明清的 以及民国的 还有现在的丰富而蓬勃的 我们自己的文化 而这些文化 就会我们比较低于宋元文化吗 当然不会 这都是相辅相成共生的一个状态 所以大家 大家都在讲22个遗产点 都在讲这个中心城市 好 OK 讲的人多了 那自然是重人食材 火焰高 但是很多东西被大家忽略了 就可能是火焰之中的这些灰烬 也可能是周边那些被烤焦的小草 他们也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我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 在我所有的已经拍了800多个视频里面 就基本上没有拍这些 大家都很关注的 很熟知的东西 都在说了 就不需要我再去凑一脚了 我就把那些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知道 或者因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东西 去把它拍出来